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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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习气已经成了习惯了 真正是所谓习惯成自然 殊不知 祝福如来 发身菩萨就无常所了 那么我们中国人 常常说 文书菩萨的道场在普太山呢 菩萨菩萨的道场在普太山呢 观音菩萨的道场在普太山呢 好像都有场所 其实不然 发身上发生菩萨他们的境界 观音菩萨 菩萨 菩萨像在哪里呢 处处处都是普通 凡是他现身的地方都叫普通 凡是他现身的地方都叫普通 也发现了 也发现了 也肯定有这么一桩事情 但是现在不能兑现 这什么事情呢 空间呢 没有远近呢 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 没有前后就是没有时间 那来的场所 如果有场所就麻烦了 遥远的地区 众生有感 你怎么去印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新一方极乐世界 距离我们这边多远呢 十万亿个佛国度 一个佛国度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有到底有多大 很难说啊 早年我学佛的时候 总以为一个大千世界 就是现代天文学家所讲的银河系 黄念祖老师说不是 那银河系是什么呢 他说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 那一千个银河系 那一千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小千世界 啊 再乘一千呢 是个中千世界 中千世界 再乘一千是大千世界 那么一个大千世界 那么一个大千世界 因为它有三个千成的 一千乘一千 再乘一千 十万亿 十万亿个银河系 是一个世界 一幅土 这个距离啊 无法想象啊 啊 我们这个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 当中距离 当中有多少个 这个大千世界 有十万亿个 一个世界 是十万亿个银河系 这样遥远的距离 但是 在如来境界里 法生菩萨境界里 他就在面前 为什么呢 没有空间 阿弥陀佛成佛 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已经十节了 过去十节了 在他们的世界里 没有世界 没有世界 成佛就在现行 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 如来时辰振着 在我们观念 过去过去太遥远 太遥远了 佛才能力成佛 就在当下 他没有过去 他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 没有东南西北 四围上下十方 哪有成所呢 所以 无常所里面喊的 这个意思 很深啊 这个不是妄想 这个不是妄想 是事实 科学家是从 数学里面 推演出来的 在某一个状况之下 宇宙 宇宙 是禁止的 我们现在知道 宇宙是动的 刹那刹那 在变化 这个佛在经上也说过 现在的太空物理 对这个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 但是对于豪瀚的宇宙 知道凡事太少太少了 非常可惜 这么多 科学家 没有读过化验经 那如果度华瀚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 大开眼界 确确实实 如来境界 是极灭 清净极灭 那么在大臣经里面 什么时候证得极灭 发云地的菩萨 真得极灭 极灭 人王经里面讲的 下品呢 当觉 当觉 中品 妙觉 上品 妙觉就是 诸佛如来的国位 七八九三帝 真得是无声法人 那个境界已经不得了了 无声法人是一切法不生不灭 我们看一切法是神灭啊 那在他的境界里一切法不生不灭 古无声法人 所以今天科学 我们也不能不佩服 他从数学里面 推断 有这个境界 看科学家用什么方法来证得 那我们知道佛法里面是用禅定 神神禅定 禁忌光通 光是智慧 近到极处智慧开了 宇宙的真相 你就见到了 一切万法 一切法的真相 通通见到了 所见到的呢 都是清净极灭相 那是真正的殊胜壮严 也丝毫没有破坏 那我们晓得 众生齐心动念了 就把我们环境一切相破坏了 妄念才一起 这个念头 立刻就感染了你的周边环境 而周边环境的时候 立刻它就有反应 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 这个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 为师所必 一切法从心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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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师所必 在这个里头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起了妄想 分别之处 真相迷失了 佛菩萨 佛菩萨大慈大悲 世心在世间 帮助我们 破密开悟 啊 迷就是忘了 换一句话说 破密开悟 就是转忘归真 世心教训 目的在此 再看下面第五个名号 后名觉悟本 本 本性 法相唯一史学家 他不承认法相 他只承认为实 为什么不承认法相呢 相识事变 实能变 相识所变 能变是真的 所变是假的 他学假取证 他们心目当中 宇宙之间有什么呢 只有实 除了事之外 也无所有 这就好比古人 从比喻里头常说 一锦做气 气息接近 我们看到 徐徐多多 用黄金做点气 形状 几千种 几万种 不一样 琳琅满目 发相为实 家看得出来 你这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黄金 除了金之外 什么都没有 他说的没错 几千种 几万种 每一种 都是黄金做的 他讲得没错 那么磁地讲的本 可以说是本实 本人设 已经是第二意 第一是什么呢 本性 是从信来的 迷了自信 佛地化 是为实 无名不就 生三戏 三戏 就是本实 二类也是 无名异象 从无名异象 也是动 这一动 那就是 楞严经上所讲的 知见劣之 这就产生变化 知见劣之 转向 随着转向 它就是真理 现象 现象 这是相分的 在我们 现代的话来说 转向是精神 现象是物质 精神 从哪里来的 从无名异象 就变现出来的 这个是 阿赖也 第三戏 是本性 本性 跟阿赖也 是一 不少 绝了 就叫本性 迷了 就叫阿赖也 所以 法相中里面讲 阿赖也 是真旺 活活 什么叫真旺活活呢 就是 倦迷 活 他有倦的 那一分 也有迷的那一分 倦的那一分 是自信 迷的那一分 叫阿赖也 佛 佛 教导我们 我们 觉悟 到底 是真旺 这个地方 不能含糊 不能搞错 要真正找到根本 根本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真心 本性 禅宗里面 说他是父母未生前本来念慕 他的名字很多 那么佛者有情众生 说他做福心 在无情众生说他做法性 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 绝对不是两个性 所以 觉悟本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 见性是本了 觉悟本了 虽然觉悟 觉悟本了 一点都不错 但是不究竟 不圆满 圆满的觉悟 如来 果地 我们华阴经商 原教初驻 菩萨 就觉悟本 但是 但是 他要圆满 我 必须要破 四十平 无名 原教初驻 菩萨 破了一屏 还有四十平 经历 神助 是行 是回向 是地 等觉 这四十平 无名 破尽 那个时候叫 圆绝了 圆满了 在这个境界呢 又称作 无上 正等正求 我们中国人 常常讲 无上 菩提 都是这个意思 佛在此的实行 教导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 我们说佛 要以这个为 终结的目标 我一定要得到 不能够 得少为主 不能够把中途战 当作最后的目的地 那你就错了 如来 用这个名号 最重要的意义 在此地 这个中途 有许多战 那不是我们的目的地 目的地 目的地是圆满的 明心见性 真正达到究竟人了 这段事情 要路里认真学习 佛法教学的内容 无论在脂上 或者在量上 全世界大学 通通集合起来 也不能够相比 人尽天上 三千大千世界 集合起来 也不行 你还是比不了 就算 华严经 来说吧 龙树菩萨 在龙宫 大龙菩萨 所收藏的 华严经 分量有多大呢 他告诉我 有十个 三千大千世界 为成绩 我们知道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是一佛土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是佛土啊 那是世尊说的 一丝天下 为成品 那每一品 这份量都不得了啊 无法想象啊 我们今天这个本 是什么华严经 华严经的 目录提要 就跟四窟全书一样 你们看到四窟全书 四窟全书有一册 叫目录提要 我记得好像 目录提要 总共有五窟 你看全书 一千五百窟 目录提要 就有五窟 我们今天 读的这个华严经 是目录提要啊 你想想看 全世界的大学 所有的科系 合起来 跟华严经比啊 小五间大五啊 不能比啊 这才知道 这才知道 佛菩萨教师 真是 拨大精神啊 拨大是说量啊 精神是说知啊 世出世间一切法 应有尽有 这就像现在所谓 科系 你们这个世间 所有科系 他都有 还有许许的科系 你们这个世间还没有 太多太多了 所以终极的目标 一定要知道 绝对不是说 我们修复 挣个小股 就很满足了 挣个阿罗汉国 像寄贡活佛一样 神通自在 那心量太小了 阿罗汉国在佛法里面 小学毕业 菩萨里面 有中学 有大学 有研究所 全教菩萨 好比中学啊 设住设行 设回向 好比是大学 设地菩萨 好比是研究所啊 每一个阶段 都有比 不能说到了个阶段 就心满意足了 不想 再向上提升了 那你就错了 永远要向上提升 提升到如来谷地啊 那就再没有往上去了 圆满了 信得 圆满 现前 现前之后啊 你常驻 你常驻 常积光众啊 虽然常驻 常积光众 它作用不可思议 哪个地方有众生感 它那个地方就现象 随众生性 应所知量 它在那里现身 教育 感应 有缘 有缘 每一个人 妄想分别 职责不同 就是缘不一样 所感 这个感应的 形象不一样 教学方式不一样 所说的法门也不一样 无量无边 不仅仅是无常所 无常身 无常法 无常心 无常思 随众生的 形象 自自然然的 显音 这个不可思议 诸斯大德 给我们说 他们的画 都是有根据 绝对不是妄语 末法时期 说一亿人修行 还以得到 很稀罕 难得有一个人得到 末法时期 八万四千法门 无论修哪个法门 为什么这么难 在理论上是一点不难 众生成佛是一念之间 一念觉 众生就成佛了 问题在哪里 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觉 遮不出来 遮不出来 迷得太深了 迷哉 尘尘烦恼灵 无名烦恼灵 这个从总的理论原则上来说 尘尘烦恼断了 你挣阿罗汉苦 尘尘烦恼断了 你震全教菩萨苦 无名烦恼破一分呢 那你才是真正实教的菩萨 法神菩萨 纷争为菩萨 那么你试试看 你尽试烦恼能不能断掉 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 还会不会齐心动力 自己清楚了 如果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 还会齐心动力 你烦恼没断啊 你心里头 还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守着相 你是六道凡夫 我常常讲 我常常讲 这个话 讲千遍万遍 都不都 为什么呢 还没做到 放下 自私自利 放下了没有 放下 明文立雅 明文立雅 你还动不动心 你还归不追求 无欲六成 你还贪不贪图 贪成之慢 这些东西 要不断掉 菩提造上 一寸 也进不去 确确确实实 你是被拒绝在菩提道之外 没进门 那我们要想 在这一身有成就 这十六个字 不能不放下了 放下之后 能不能成就呢 放下之后 学别的法门 不能成就 学净土法门 肯定成就 这是一个 不思议的法门 末发时期 真正 辽生死 出三界 正无上菩提 那个根本 就是净土法门 你要晓得 华严经到最后 怎么称佛的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到归极乐 华严会上 四十一位 法身大事 这就是讲的 舍住 舍行 舍回向 舍地 等着 四十一位 一位 一次 发生大事 普贤 文书 这两位 大菩萨 带他们 到极乐世界 才能够 圆满 无上菩提 这个境界 了不起 皮诺 这大佛的 性量 我们要学习 我们今天 这么一个小道场 这个大家在一起 同餐 多年了 现在有一个人 把你们带到别的道场去了 把我们这个道场的人都带走了 信徒要带走了 你是怎么个反应 你一定大发雷霆啊 这到底要称什么话了 而皮诺 扎那夫的反应呢 是鼓掌欢喜 文书不先 设大愿望 倒归极乐 为什么呢 到极乐世界 成就快 他到那边去 拉波斯学位 在华藏世界 拉很难啊 出诸菩萨 要 无上菩提 要三大二神奇迹 三大二神奇迹 实际上 还拉不到 三大二神奇迹 正到什么谷位呢 发云地的菩萨 这个 佛在经上 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 第一个神奇迹 正三贤位 摄注 实行 实会相 第一个神奇迹 三大二神奇迹 是从原教出驻 算起的 没有正得出驻 以前 不算 那第二个二神奇迹 遇上去越南 第二个二神奇迹 正七个位置 出地到七地 第三个神奇迹 正三个位置 八地 九地 十地 所以 三大神奇迹 你正得什么谷位 法云地的菩萨 是地菩萨 不错 那是真的是成佛了 为什么呢 你已经正得 即灭人了 下品 等觉 中品 妙觉 那就是如来果地了 上品 这通通叫击灭人 清净击灭 所以今天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那个没关系 一定要求神净土 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 你看看三倍往生 三倍往生的经文一共四大段 前面三段 上倍 中倍 下倍 后面一段 是修学其他法门 把自己修学的功德 回向求神净土 慈州大师 在这个科判里面 把那一段判作 夜心三倍 那是不是修 净宗法门 修禅也好 修秘也好 修天台也好 修法相也好 修华言也好 通通的事 修其他法门 回向求神净土 净土这个门太大太大了 阿弥陀佛绝对不是说 你一定要修净土法门 你才能往生 修别的法门 我不要你 阿弥陀佛没这个话 无论修修 哪个法门 通通都收 只要你愿意来 这个愿意来 要居足 性愿性 你就能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四品 三 这个 四土 三倍九品 那你到底是 生哪一土 什么样的平位 就在现前的公恨了 所以 我们 真正 希求 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在现前 要记住 佛会 双修 为什么 弥陀经常讲得很清楚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 因缘得神秘苦 不修福 不行啊 他讲的条件里 就有福德了 善根是智慧 要修智慧 要修佛德 要有 因缘 因是没有问题了 哪个人没有因 都有因 最重要是因 要具足 西王 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条件 那是缘 古代的 对我们讲 金教 不能不知 特别是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概论 华言 是大本 无量寿经 你看 华言经上 所讲的 这一切 跟西方 一模一样 秦清 秦龙时候 盆秦清 这是了不起的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大佛学家了 在佛门里面 宗教显秘 他都通达 他说 无量寿经 就是中本华言 这个话是他讲的 他自己写了一本书 华言念佛三昧论 是他写 黄念族就是 有讲记 我们都把它印出来了 各位可以看看 华言念佛三昧论 所以我们今天学华言 没有离开净土 没有离开我们的本门 这个要知道 净土五经里头 有华言经 普贤菩萨 行愿品 行愿品 是整个华言经的 纲要 扩展起来 就是全部华言经 要觉悟本 这个本历史很多 豐富 从根本修 才会有成就 现在时间到了 下期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明天